你是怎么工作的我问你 你知道你胖开这东西是多少钱吗 够你一个工资了知道吗 队长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也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但是呢损坏公司物品呢 就要照价赔偿 这个物品就两千块钱 这个月在你身上扣 没有意见吗 行队长 这月我就当白干了 行了干嘛忙去吧 感谢观看 这两千块钱工资扣了 以后他还会被咱们公司杀那么高 去做卫生吗 老板有道理 因为他干事了 他才会犯错误 如果他不干事 这辈子都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再说了 他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把他这两千块钱一扣 以后公司上下 谁还会去干事 我承担我是应该的 我作为老板 我就有这个责任 因为我挣的多 我承担的就多嘛 对吧 走吧 为了那个家吗 为了那个他吗 我是为了什么 扛下了错误 我承担的责任